这期课咱们来看一下出租汽车的服务规范 其实这个东西很多都是常识性的 或者说咱们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自己是乘客 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服务 OK 这个题就很好解决了 先来看第一题 关于出租汽车的定位 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 为社会公共提供客运化的运输服务 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 注意这里是综合的组成部分 是公共的补充 所以A他说公共交通的组成部分 这是不对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第二题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是为了规范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保障 谁的合法权益 这是乘客驾驶员和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 第三题 根据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规范 出租汽车服务包括 养手招车 包括电招 包括站点以及包车服务 第四题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就是网约车驾驶员 不应提供什么形式的服务 是巡游和站点 巡游就是在大街上溜的 蓝客这种 还有就是站点 这是不可以的 第五题 网约车车内设施配置 以及车辆性能指标 又体现什么的定位 网约车的定位 就是高品质服务和差异化 经营 相比巡游车 有差异 服务比较高 车当然也要好 六 出租车驾驶员 职业道的基本内容 包括 爱港经验 增长手机 文明行车 诚信 经营 第七题 出租车驾驶员 要提高职业技能 具体包括 这全都有了 熟悉车辆性能 掌握必要的 维修保养技能 钻研服务技巧 提升服务技能 改善知识结构 提高服务水平 树立安全意识 杜绝 驾驶漏悉 第八题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有利于 有利于什么 这一看 高大上 高大上的说 这四个选项全符合 第九题 出租车驾驶员 规范职业行为的 社会责任 表现在哪 他们看哪个队 全哪个 全都对 服从调度 严禁违规两刻 严禁途中甩刻 严禁故意遭到 第十题 说出租车驾驶员 做好以下哪个工作 可以展示 尝试文明形象 A车容车帽 整洁 第二个 服务形象良好 C 服务用于规范 而D为什么不选呢 D相关证件 起权跟城市文明形象 也没有多大关系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十一题 这个题 错的可能会多一点 因为他问的是 哪些特点 什么什么特点 具备传递正能量 你说工作时间长 和传递正能量 有多大关系吗 关系不是太大 还有劳动强度大 这说明是辛苦 传递正能量的是 流动分散和服务面广 十二 什么是出租车驾驶员 为大众提供满意服务的前提 是依法运营和规范服务 十三 驾驶员的社会责任 主要表现在哪一方面 OK 哪一队 增加哪个 哪个队 选哪个 所以A 服务广大群众出行 传递社会正能量 和展示城市文明形象 十四题 鼓励支持和引导 这选项呢 实际上是都选 由出租汽车企业 行业协会 出租汽车驾驶员 以及工会组织 他们平等协商 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 出租汽车承包费的标准 和或者说定额 十五 出租汽车驾驶员 应当加强自律的 职业道德要求 是基于什么哪些特点 这个是单车运营 接触面广和流动性强 那么这里没有多少排擦性 十六 职业道德是驾驶员处理 与谁 这关系的行为运犯 是与乘客和出租汽车企业 十七题 出租汽车驾驶员 职业道德中 尊章守纪 OK 问的是尊章守纪 这就跟法律 跟管理有关系 所以是 尊纪守法 服从管理和履行义务 而钻研技能 跟尊纪守法 没有关系 十八 文明服务要求 出租车的驾驶员 做到什么什么文明 OK 是文明的 都有 十九 出租汽车驾驶员 小张 搭载了一位 一位外国客人 突如外国客人 召集向小张 说些什么 但小张完全听不懂 小张应该 A 向所在公司求助 向出租汽车 调渡中心求助 或者打报警电话求助 二十 乘客要求 驶往偏远地区 驶游车的驾驶员 认为必要时 其实不光是驶游车 网约车也是 说必要的时候 可以要求乘客 随同到就近的 什么地点 办理验证登记手续 乘客不予配合 可以有权拒绝提供服务 应该是到公安机关的 治安部门 因为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偏远就代表不安全 那不安全 怎么安全呢 就跟公安有关系 二十一 在什么情况下 出租车驾驶员 可以卸决或者中断服务 是乘客携带 依然依报物品 上车 达目的地 这个题选项有一点问题 题目里都说的是 达目的地 达目的地 到达目的地 就可以停止服务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说 未达目的地 二十二 计程机架设备 发生故障失准时 出租汽车驾驶员 是不得营运 二十三 出租汽车驾驶员 及时归还乘客 遗失物品属于什么 社会责任 那当然是实惊不昧呢 二十四 遇到有交通警察 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 当然是按照交警的指挥通行 二十五 驾驶员小王 主动向乘客介绍 城市发展的成果 体现了什么的社会责任 当然是宣传城市文化和建设 二十六 传递社会正能量 要求出租汽车驾驶员 传播 传播当然是精神文明 二十七 驾驶员发现暴力和恐怖活动时 在保证资深安全的前提下 应 当然是迅速报警 二十八 出租车驾驶员承担社会责任 无私奉献社会 不提倡什么等行为 是不提倡什么行为 当然是不提倡 索取小费的行为 二十九 驾驶员什么 直接关系到城市的 文明形象和社会风气 当然是职业道德水平 三十 从长远看 出租汽车驾驶员承担社会责任 与获得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他说这是从长远看 OK 那就是相辅相成 三十一 小张在出租汽车军营中 始终把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放在第一位 安全驾驶 文明行车 他的行为 他的行为怎么样 他的行为当然是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 比较大吧 这是高大上 三十二 下令哪项 不属于加强出租汽车驾驶员 这一道的修养的措施 当然是强调经济效益 三十三 诚信经营要求出租汽车驾驶员 诚信 符合的只有实惊不昧 三十四 使道德和法律 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两种重要手段 道德与法律 三十五 爱港经验是出租汽车驾驶员 什么的前提 是优质服务的前提 三十六 出租车驾驶员应以什么应得乘客的尊重 是良好的服务态 还是服务 满足社会需求 三十七 出租车驾驶员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服务规范 劳固处理什么的观念 劳固处理安全运营 优质服务 是一方面是运营 一方面是服务 出租车驾驶员要做好服务工作 不仅要遵守服务规范 还必须掌握精湛的驾驶技术 三十九 问的是里让三先 这个三先是什么呢 是先让 先慢 先停 它不包括先行 先行那就不是属于让了 四十说职业道德建设的作用不包括 这个不包括是 B规范出租汽车乘客的行为 四十一 驾驶员小王送乘客临近目的地时发现路面很窄 但允许通过 决定送乘客到门口这种行为符合职业道德中的什么要求 那就是服务 优质服务 二 下列哪项做法符合 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的要求 那只有A 按乘客意愿选择合理的路线 四十三 出租车的驾驶员有权聚载什么样的乘客 是携带易燃易暴有毒有害等危险病的乘客 四十四 哪种情况 视为聚载 是B 未经乘客去向后 以不处于通行线路为由 不遇宰客的 二 A 说乘客携带易燃易暴等危险品时 不遇宰客 这是正当的 C 被要求做出违反出租汽车管理规定时 不遇宰客的 这也是可以 D 夜间去片眼地区而不按规定办理登记或相关手续的 这也是可以拒绝服务的 四十五 乘客乘坐出租汽车时 从车内往车窗外扔东西 驾驶员应当 当然是礼貌劝阻 四十六 乘客乘车时将头臂伸出车外 出租车驾驶员应当是礼貌劝阻 四十七 乘客上下车时 出租车驾驶员的下列行为中正确的是 是在允许停车路段 靠右临时停车 四十八 驾驶员在城市道路运营过程中 车辆突然发生故障 不能继续载客 使应当 应当是A 协助乘客换乘 免收或者减收车费 四十九 搭载乘客在单行道行驶时 乘客要求掉头改变行车路线 这个单行道是不能掉头的 那么驾驶员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是向乘客解释清楚后 改行合理路线 五十 乘客到达目的地后 出租车驾驶员下列哪项做法是错误的 我给问的是错误的做法 当然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在禁停路段 让乘客下车 禁停路段 那是不能停车的 五十一 驾驶员在载客运营过程中 应当根据 根据乘客的需求 使用空调 五十二 驾驶驶员出租汽车 行至禁停路段时 应该是按规定在站点 急停急走 应是禁停 五十三 驾驶高峰时期 驾驶出租汽车 在空车带租状态下 育有多名乘客 仰手招车时 驾驶员应该 向距离本车行进方向 最近的乘客 及其供车 五十四 乘客携带行李乘坐出租车时 驾驶员应当 帮助乘客放置行李 五十五 出租车驾驶员 在载客运营过程中 正确使用车内音响设备 应该是按照乘客的要求 使用 五十六 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行驶路线和乘客发生翻骑时 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驾驶员应该 是按照乘客的意见行驶 比方说 单行道 OK 乘客的意见 也跟单行道没有冲突 这是可以按照乘客的意见行驶 五十七 运营过程中 遇交通堵塞 道路临时封闭等 确需改变行驶路线时 驾驶员应当向乘客提前解释 五十八 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遇到乘客不适 下来做法 不正确的是 不正确的就是让乘客下车 五十九 在运营过程中 如果乘客改变目的地 驾驶员应该是 应按新目的地重新选择合理路线 六十 驾驶员在运营送乘客的途中 如果乘客因故 需要短暂离开出租汽车 要求驾驶员停车等候 驾驶员应当尽量配合 说的是尽量配合 六十一 如意乘客乘坐出租汽车 去郊区或者到运营区外的目的地 需要额外收取空时费 既然收取空时费 那就说明是单程 六十二 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遇到醉酒乘客 无法明确目的地 这是应该怎么样 是波达警方求助电话 六十三 出租车驾驶员在乘客下车时 应用乘客提醒拿好随身物品 六十四 出租车驾驶员在运营途中 什么时候不能完成载客任务 受益拒载或者甩客 是临时处理私事 六十五 驯驶车驾驶员在专用 等候站点后车时 应当按顺序排队 六十六 网约车 既是在经营者 对于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安全责任 应当是承担的先行赔付 OK是先行赔付 六十七 网约车驾驶员运营期间 预乘客要求的行驶路线 与网络服务平台规划的路线 不一致时应当是尊重乘客的意见 六十八 接受预约服务后 如果乘客未按约定时间到达上车点 且无法取得联系 驾驶员应该与经营者联系 经同意后方可离开 六十九 网约车驾驶员小李成功接单后 接到家里的电话 要求回家接孩子放学 小李的正确做法是 OK 这个正确做法 当然是站在运营者的角度 说按约定到达 乘客上车地点继续提供服务 这就是说回家接孩子怎么整 只能是自己克服了 七十 下列做法能够体验出 出租汽车驾驶员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的事 是 D 心情烦躁或者愤怒时 能够迅速调节 尽量做到心平气静 七十一 为保证行车安全和服务质量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应调整情绪保持心情 七十二 情绪剧烈波动时 一般情况下 驾驶员应急反应能力会 这肯定是下降的 七十三 对老年乘客使用的尊称不包括 老头 老头不是尊称了 七十四 遇到儿童乘客乘车 应当做好的服务不包括 不包括提醒儿童车上有好吃的糖果 你要让人蛀牙是吧 七十五 出租车驾驶员应当考虑 残景的不同的缺验情况和什么 选择各有侧重的服务方式 缺验情况是指说身体 除了身体还有说心理 所以是心理特征 七十六 符合出租车驾驶员做好 伤病乘客服务要求的行为是 A 安排商员躺卧在后排座位上 七十七 如产妇在乘车途中出现紧急情况 出租车驾驶员可向随车家属建议到 到什么的医院救治 以确保乘客生命安全 OK 这个答案是最近的 说的是最近的 七十八 遇到盲人 养手招车 出租车驾驶员应该 是主动下车 将盲人引至车内 七十有 盲人乘客不能辨认 计程机架设备 因此出租车驾驶员 正确的收费方法是 按照计程机架设备 金额收取 八十 如遇有什么乘客 乘坐出租车时 尽可能将其安排到前排邮座 以便沟通或者殖民目的地 是龙雅 龙雅乘客 八十一 遇有患病老弱乘客乘坐出租车时 驾驶员应该 是 关闭音响 省着才闹听 关闭车窗 保持安静的乘车环境 八十二 乘客乘坐出租车过程中 有呕吐征兆时 驾驶员应当 提供备用纸巾及塑料袋 必要是征求乘客意见 后及时停车 八十三 出租车驾驶员应当做好 伤病乘客的服务 对受伤的乘客 出租车驾驶员不得 不得什么 不得避免麻烦拒载 八十四 遇到行走不便的乘客 乘坐出租车时 驾驶员应该 是 征得同意后 主动协助乘客上车 八十五 出租车驾驶员 发现乘客遗留物品 意识无法找到试入 证据的做法是 咱们从小学就知道 要上交嘛 按规定即时上交 八十六 说的是 全国统一出租汽车 约车服务电话号码是 咱们记住是 95128 虽然在很多城市 可能还没有开通 那12306 咱们都知道是 火车票的 12328呢 这个有点长 叫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12333是社保查询电话 八十七 出租汽车应按照规定 进行定期检验 属于车辆的基本要求 八十八 出租车 车身内外清洁完好 气皮完整无损 能不能做 更新化装饰呢 不能 八十九 OK 这个数据需要记一下 出租汽车行李箱内 可供乘客放置 行李物品的空间 不小于行李箱的三分之二 九十 上路运营的出租汽车 必须设置 必须设置的是 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广告标志 真理座椅和倒车内达 都不是必须的 九十一 整洁卫生物杂物 意味是对出租汽车的 这当然是卫生嘛 所以是D 车辆整洁卫生 九十二 在车厢内外 适当位置 明示出租汽车 经营者名称或者简称 价格标准 服务接通电话 乘客虚致信息等 是对寻邮出租汽车 什么的要求 是服务标志 这说的都是标志 九十三 下令哪种行为 属于服务经济 服务经济就是行车时 接打电话 九十五 车身内外 清洁完好 不做个性化装饰 漆皮外饰条 完好无损 是什么要求 是车容车帽 九十六 出租汽车车入车帽 反映出出租汽车服务质量 也反映城市的 城市的文明程度 九十七 九十七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运营中 按规应要求携带的证件 不包括 这个不包括 急需教育合格 这是不包括的 从业证 运输证 驾驶证 和行驶证 这都是要拿的 要带的 九十八 下令哪项做法 不符合出租汽车驾驶员 服务仪容 我可以说的是服务仪容 哪不符合呢 就是B 说除工作装外 可以按照个人喜好 着装上岗 九十九 出租汽车驾驶员 按照规定着装 配戴胸卡 或者服务标志 衣装整洁 服饰大方 发饰整齐 面目洁净 是什么要求 当然是形象为名 一百 驾驶员的服务仪容要求 不包括 不包括穿着时尚 高档 一百零一 出租汽车驾驶员 应该注重形象 发型应梳理整齐 修饰大方 风格 风格是装重 一百零二 这个要求 如果说规定着装为衬衣 衬衣扣子的规范扣法 是除了衬衣领子上的扣子 可以不扣 其他都需要扣好 一百零三 发型梳理整齐 修饰大方 风格装重 是什么要求 是服务仪容 一百零四 出租汽车内的乘客交谈时 驾驶员应当 是专英开车 不查话 一百零五 有乘客向你招手 你准备停车的时候 有另外一辆出租车 抢在你前头 招呼乘客上车 这只能是心态良好了 所以这是尊重乘客 乘车选择 一百零六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运营过程中 根据乘客需求 使用普通话 地方方言外语 属于什么 当然属于服用语 和言译性举止 一百零七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行车中应该做到 是不抽烟 不接打电话 一百零八 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对乘客的提问 应当是主动耐心 如实回答或解释 这都常识 很简单 一百零九 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与乘客的交流 应该是适度 一百一十 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对乘客的批评意见 应该是虚心接受 小学题目 下列不符合出租汽车驾驶员 服用于要求的是 当然是D 无论乘客是否能听懂 使用常说的本地方言 一百一十二 不属于出租汽车驾驶员 服用于规范的 当然是B 说你该下车了 一十三 下列哪项是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乘客上车时 使用的文明语 当然是你好 请上车 一百一十四 哪项是乘客下车时 使用的文明语 是欢迎再次乘坐 一百一十五 运营服务规范要求 驾驶员服务用于 应该是规范准确 文明礼貌 一百一十六 驾驶员在运营服务时 乘客要求在禁停路段停车时 劝阻的服务用于是 对不起 这里不允许停车 一百一十七 遇乘客迟迟不上车 应当使用的服务用于是 您需要等候吗 你不需要等候 那我就走了呗 一百一十八 出租机载驾驾驶员 与乘客的沟通 除了传达信息外 还要传达 还要传达情感 一百一十九 什么是驾驶员与乘客之间 最好的润滑剂 不光是驾驶员乘客 跟别人也是 那就是微笑 出租驾驶员与乘客交谈时 不属于谈话 忌讳的事 当然是介绍城市的景色 这是不忌讳的 机动车在设有最高 线路标志的道路上行驶时 应该是 不得超过标明的最高时速 机动车安全通过 没有交通信号的交叉路口的方法是 减速或者停车观察 机动车预行人 正在通过人影横道时 当然是减速或者停车必让 让行人 出租驾驶员 在与乘客交谈时可以询问的是 是是否需要听音乐 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 需要停车排除时 驾驶员应当立即开启 危险暴警闪光灯 还有呢 就是将机动车移置 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停车 停放 不能是就地停车 126 机动车停车的错误做法 错误的是 说可以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 127 出租汽车驾驶员未经乘客同意 不得 当然是不得拼客 128 出租汽车驾驶员 运营过程中向乘客传播谣言 那属于服务禁忌 129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与乘客交流时 应 当然是避免紧盯乘客 130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载客运营过程中 无正当理由擅自中断服务的行为时 当然是甩客 131 经约车人或者乘客同意 网约车驾驶员无正当理由 未按承诺到达约定点提供服务的 是为 巨载 132 运营途中 未经约车人或者乘客同意 网约车驾驶员无正当理由 擅自中断载客了 这是甩客 133 驾驶员在载客运营过程中 未经谁同意 当然是乘客同意 不得另在他人 就是不能强行拼客 134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载客运营过程中 未按合理路线行驶的 属于是故意绕道行驶 135 哪些食物是运营前进食的 有大葱 韭菜 蒜头 洋葱 这都是油味的 136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遵守服务 一种要求 正确佩戴服务标志的作用是 包括 ABCD 表明自身身份 增加乘客安全感 接受乘客监督和提升职业荣誉感 137 下列哪些是属于对出租汽车驾驶员 服务形象的要求 是ABC A 衣着整洁无破碎 有工作着想者要按要求着装上岗 B 面部洁净 头发整齐干净 C 手脚洁净 指甲修剪得当 而D 说的是化农装 化农装不是 138 出租汽车驾驶员与乘客交谈时 会使乘客产生不信任感的事 那就是ABCD 这个都不是正常的交流方式 139 驾驶员服务形象要求 包括 A 在运营过程中 一表一容 端庄大访服务主动热情周到 C 不吃有意味 有爱服务的食物 保持口气清新 D 言行举止文明 使用文明用语 而B 错在说 可以不着工作装 所以B 不选 140 以下拿西选项 是出租汽车驾驶员 言行举止文明的表现 是全都有 尽量使用普通话 语气喝外 使用规范准确的服务用语 对乘客的提问 要主动回答 内容文明健康 虚心接受乘客的批评建议 141 下拿西属于 对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运营过程中 言行举止的规范要求 全都有 不吸烟 不急打电话 B 不 剃牙挠头 不向车 跑 142 驾驶员在运营服务时 与乘客交流应当 A 尽量讲普通话 使用标准的服务用语 C 保持微笑 语气喝外 D 虚心听取乘客的建议 不强词多理 143 在与乘客交流中 应该做到 耐心热心回答乘客提出的问题 不传播虚假信息和不文明的内容 乘客之间交流时 不要随意插话 尊重乘客 不要说乘客禁忌的事 144 欲有乘客语言不通 无法确认目的地时 驾驶员应该 耐心做好服务工作 向所在地 公司或者出租汽车调度中心求助 通过书面形式交流 145 驾驶员在回答乘客问题时 应该注意是实事求是 明确简练 语气柔和 耐心 和切记与乘客发生争执 146 驾驶员与乘客的沟通方式 包括语言 文字和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 147 驾驶员如果需要与乘客目光接触时 应该避免 避免这些不正常的 不停眨眼 眼人飘忽 目光呆滞 怒目远征 148 驾驶员应该掌握的沟通技巧 善与静听 积极应答 交谈有度 以客为先 149 符合老年乘客乘客状况的有 行动失缓 担心摔伤 担心物品遗失 希望商业车方便 150 出租汽车驾驶员向盲人乘客提供的优质服务 包括说话格外合计亲切已建立信任 畅收商户 如是收取费用 下置地点如交通环境不好 应将其送到安全地带 协助其系好安全带 151 出租汽车驾驶员可根据乘客的什么来判断其消费个性 可以服侍 举止烟型 一容 这个心理活动 那就比较高端了 你想判断心理活动也得通过举止烟型 152 出租汽车驾驶员正确的判断乘客的个性 目的是菜鱼 当然是提供 个性化的服务和满足乘客的合力需求 153 出租汽车驾驶员遇老年乘客应该做到 当然是哪个队 选哪个 所以说话温和 使用静语 平稳驾驶 避免紧急制动 主动下车 帮助乘客提拿行李 154 遇到聋哑人乘车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怎样服务 那正确的是哪个 当然是ABC 通过表情和手势让乘客感到友善 学习表示 欢迎友好的常用雅语 通过书面形式确认乘客 目的地 155 遇到兴走不变的乘客乘车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该 主动下车帮其放置行李 争得乘客同意后 搀扶乘客上车 156 遇无人照顾的饮酒乘客乘车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该是 上车前确认乘客是否清醒 可拒载失去自控能力的醉酒乘客 B 乘客上车后 若无法确认目的地 且拒绝下车 应当报警或者将醉酒乘客 送往附近的公安机关 行车过程中 提醒乘客 勿将头或者手臂伸出窗外 尽量平稳行车 乘客呕吐时 用及时靠面停车 并提供垃圾袋 157 下列属于出租汽车驾驶员 服务禁忌行为的 说的是禁忌 有 抢客 强硬乱客 车上带有乘客时 到加油或者加息站 补充燃料 以及不遵守不同国家 地区民族的宗教信仰 而D 说由乘客承担 路桥通行费 这是正常的 158 下列属于出租汽车驾驶员 服务禁忌行为的是 禁忌行为 A 等候乘客时 名喇叭 催促 B 乘客教团是 随意插话 向乘客传播调言 以C 在乘客面前 剃牙 挖鼻孔 这是属于禁忌 159 出租汽车驾驶员 营运服务过程中 不得有什么行为 有冒犯乘客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或骑士乘客 抢客 强行揽客 甩客 导客 聚载 规议招道 以及不按收费标准收费 160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 应当怎么样 依法经营 城市守信 文明服务 保障安全 161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时 应当携带 携带 出租车相关的证件 以及还有有 驾驶证 行驶证 所以是从业资格证 机动车驾驶证 机动车行驶证 道路运输证 或者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162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不得转让出界 突改或者违造 163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档案 包括什么内容呢 包括这些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交通责任事故的情况 违法行为的记录 以及继续教育的记录 164 这题容易错 咱们注意看 出租汽车驾驶员 不得有什么行为 拒载一架途中甩客 这个都好理解 但是有的同学会选 绕道行驶 注意 绕道行驶可不可以有呢 绕道行驶可以有 但是如果说 故意绕道 那这个题 递选上就应该选了 这里没有说 故意俩字 所以是不选的 105 出租汽车驾驶员 遇到以下情况 做法正确的是 正确 是A B 和D C为什么错呢 说发现乘客 遗失物财物 设法及时规划 施主 无法找到施主 可以自己流传 咱们小学都知道 要上交嘛 166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及工作人员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人员 怎么怎么样 OK 这几个是都有 其实这个题 跟咱们靠网约车 也没有多大关系 咱们看看这几个选项 未按规定的条件 程序和期限组织 从业资格考试 及合法从业资格证 B 发现违法行为 未及时查处的 C 索取收受他人财物 及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D 其他违法行为 167 出租汽车驾驶员 严禁以下哪些驾驶行为 有 酒后驾驶 带病驾驶 疲劳驾驶和超速驾驶 这也是不能有 168 合理路线 是指乘客上车地点到目的地 什么呢 行驶路线 包括有里程最短 经济便捷 还有按乘客医院 另行选择 这个说按驾驶员的经验判断 这个不一定是合理的 其实 但是咱们好多巡游车 都是按经验来判断的 169 对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权 期限界满 或者基因过程中 发现有什么情况 按有关规定 收回经营权 在经营过程中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A 重大服务质量的问题 B 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C 严重违法经营行为 而D 说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 这还不至于说 就要把经营权给收回 1710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建立什么 接受乘客 驾驶员 以及经营者的投诉 和社会监督 是建立这四个 投诉举报制度 公开投诉电话 投诉通信地址 投诉电子邮箱 171 出租汽车乘客 不得有一下哪也行为 说的是乘客 这也都有 比如说携带一燃一爆 有毒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乘车 携带宠物和影响车内 卫生的物品乘车 向驾驶员提出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要求 以及向车外抛洒物品 172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运营收费中 应该做到的是 A 按计程机架设备 显示进额收费 畅收上付 B 涉及路桥通信费等 其他费用的 应该讲清收费项目和标准 并让乘客交付票据 C 收费完毕后 将空车再度标志竖起 计程机架设备 经费清零 D 说即使装有刷卡设备 也可以坚持要求乘客 给付现金 这个是不对的 173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各大目的地后 需要完成以下哪些工作 这个有停车 收费 提醒乘客带好行李下车 以及处理遗留物品和垃圾 174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运送乘客过程中 应该做到什么呢 是车辆启动前 检查车门是否关好 如果遇到乘客要求 掉头行事 应该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不得违法掉头 这个是应该做到 175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乘客上车时 应该做到 上车 是A 车辆应用道路平行顶靠 并在右侧上车 右侧 B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驾驶员应主动开启车门 帮助乘客提拿行李 176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运营期间应当做到 应当做到时 不聚载 不挑客 不挑客 遵守交通法规 正确使用继承机架设备 提供网络预约 或者电照服务 准时到达约定的上车地点 177 下列哪些属于 出租汽车运营前的准备工作 全都有 对车辆进行安全检视 检查车容车帽 检查服务设备 证件和票据等 调整心态 检查医荣 178 出租汽车驾驶员 在乘客下车时应该做到 这次都有 提醒乘客开门时 注意安全 从右侧下车 在条件允许下 协助乘客提拿大件行李和物品 以及巡视车厢 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 向乘客道别 发行乘客一流物品 应设法及时归还施主 179 欲最久的乘客 无法明确目的地 且拒绝下车时 驾驶员应该是 A 设法联系乘客的亲友 或不打警方求助电话 以及将乘客送往附近的公安排出所 180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在 哪一方面为乘客停留便利 是放置行李 停车 等候 以及下车 181提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服务时应当做到 A 按乘客要求使用空调音响的设施 B 响应网络预约服务 或者电脑服务后 按约定准时到达上市地点 C 若未经以上车乘客的同意 不得另在他人 就是不能强行的拼客 而D呢 D是拒绝乘客中途改变目的地 这个很显然是不能选了 182 网约车驾驶员运营时应该携带什么等证书 这是网约车的运输证 以及网约车的驾驶员证 183 提倡网约车提供什么 供乘客使用 有互联网的无线接入 手机的充电器 纸巾和雨伞 184 及时用车服务约车成功后 驾驶员应主动与约车人或者乘客取得联系 确认上车时间地点等信息 告知自身位置 告知预计到达时节 185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接单后 应A 按约电时间到达上市地点 B 再允许停车路段 后车 C 主动联系乘客 双方确认身份 D 驾驶与网约车 确认车辆一致的车辆 接载乘客 也就是说 线上提供服务的车辆和线下提供服务的车辆 是一致 186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模式 就是预约的这种模式 有什么优点 A 减少盲目性巡游乘客 B 减少燃料消耗和污染排放 C 减缓打车难和经营难 D 就是满足现代人快速高效的生活节奏 187 咱们记住是24小时处理 5日完毕 什么意思呢 接到乘客投资后 经营者在24小时内处理 5日内是处理完毕 24 5 188 网约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对乘客的提问应该是 主动耐心如实回答或解释 189 网约车驾驶员遇到以下情形 做法正确的是 A 乘客对服务不满意时虚心听举批评意见 B 乘客临时改变目的地时应按照新目的地 重新选择合理路线 以及 D 发现乘客遗留可疑物品的立即报警 190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以良好的服务态度 应得乘客尊重 满足社会需求 191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以及各项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 牢固梳理 什么的观念呢 是安全运营 优质服务 192 道德通过 道德是通过社会舆论 自身理念和传统习惯加以调节 以自觉和自律为基础 OK 咱们社会舆论经常说谁谁谁这种做法不道德 这就是社会舆论监督道德 193 出租汽车行业职业道德规范 不仅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 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职业经历提炼形成的 一旦被行业和社会认同 就会有相对的 这是稳定性 就这种道德规范 不会轻易发生变化 194 职业道德是在什么中所必须遵守的职业行为规范 的总和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 OK这个句子比较长 实际上咱们做起来比较简单 职业道德当然是对应的是职业活动 职业对职业 195 出租汽车驾驶员 他的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文明形象和社会风气 职业道德水平 196 出租汽车驾驶员职业技能包括驾驶和服务 因为这本身就是个服务行业嘛 驾驶和服务两个方面 197 下列哪些行为是违反出租汽车驾驶员的服务规范的 这是由 A 不按乘客意见 使用空调和音响 B 私自留用乘客一流物品 C 玩具老年伤病等行动不便的乘客 D 故意绕道行驶 多收费 这几个都是 198 出租汽车行业是典型的服务业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期间应当树立什么的从业意识 怎么看A盈利盈利至上很显然不对 是 B 安全行车 城市首信 文明服务 199 加强出租汽车驾驶员职业道的建设有利于 OK 这是ABCD都有 就非常官话的东西了 促进 什么什么 有序发展 全面提升 素质 树立 行业风尚 提高 质量和服务水平 非常 官话的 200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 应该是晚言谢绝乘客小费 201 出租汽车驾驶员有权拒载以下哪类人群 A 说醉酒后丧失自控能力 但有人陪同 这个是不能拒载的 而B 携带危险花费品 这是可以拒载的 C 在繁华的路段要求乘坐的 这个当然没有理由拒载 劳弱病残 没有理由拒载 202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下里哪种轻轻下 不可以使用 暂停运营 当然是A 在载客的途中 如果说车辆故障临时停车 或者交机班 或者 车辆送修途中 那都可以使用暂停运营 203 出租汽车载客时产生的路桥费用 应该由谁承担的 由乘客承担 204 说的是强行拼客 强行拼客指的是出租汽车驾驶员未经乘客同意 强迫乘客合成的行为 207 服务纠纷 指的是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因为什么而引起的意见分歧和冲突 OK 这里是由于双方误解或一方语言行为适当 导致另一方的利益或自尊受到伤害 这是服务纠纷 A 单单说是乘客的行为适当 C 说的是一方的误解 这不一定是一方 可能两方都有误解 D 说由于自己自尊受到损害 这MU 说 什么 因为什么自尊受到损害 只有B 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考一个概念 208 服务纠纷的种类 根据纠纷造成的后果 可以分为严重服务纠纷和轻微服务纠纷 209 下令哪项不符合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要求 是C C不符合 在出租汽车专用站点后车 如意行李较多乘客 可以直接绕过 这个是不能绕过的 得按顺序的揽客 得按顺序揽客 你看A 说乘客在允许停车的路段 仰手招车 将车辆与道路平行靠右停靠 符合 B 乘客在进停位置 仰手招车 驾驶员主动适宜乘客到附近 允许停车的位置上车 这是符合 D 站点后车时 普通管理人员指挥 不下车私自揽客 不雇人揽客 210 出租汽车服务证照 不包括 这是不包括身份证 其他的运输证 从业资格证 以及服务监督卡 监督牌 这都是需要的 211 出租汽车驾驶员 接受电照服务预约后 应该 A 按乘客要求 准时到达约定地点 以及 D 在乘客上车后 向调度中心发送 确认信息 这个B 和C 很显然都不符合 212 言译形举止文明 使用文明用语 是指 A 尽量用普通话 语气和爱 这里 最也用的是尽量 因为 比方说在广东这边 有的城市要求 说如果你的乘客 说粤语 你也可以说粤语 所以这里说是 尽量用普通话 B 使用标准规范的服务用语 比如 您好 请谢谢 对不起 再见 C 对乘客的提问 要主动回答 内容文明健康 D 虚心接受乘客的批评 并建议 213 检查服务征兆 是指 B 检查行驶证 C 检查车辆道路的运输证 D 检查从业资格证 而检查机载器是什么 检查机载器是属于设备了 不是属于证兆了 214 检查服务设备 是指什么 A 检查机载器 B 检查顶灯 C 检查服务监读卡 这是属于设备 而检查行驶证呢 那是属于证兆 215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出车时应当携带以下哪些证件 A 机动车的驾驶证 机动车的行驶证 车辆道路运输证 以及从业资格证 这是都需要带的 216 车辆故障 道路交通事故等非乘客原因 造成车辆停运的 驾驶员应该 A 做好解释工作 B 协助乘客换乘其他车辆 C 出租汽车行驶里程超过起步驾的驾驶员 应按起步驾收取车费 而D为什么不选呢 D说没有超过起步驾里程的 可以按起步驾收取车费 你看这是因为车辆故障 道路交通事故不是乘客的原因 所以理应对乘客做出一定的补偿 所以就是少收费 217 服务经济包括出租汽车驾驶员 冒犯乘客的宗教信仰和风水经浪 或者骑士乘客 B 抢客 强行乱客 甩客 导客 C 聚载故意遭到行驶 D 不按收费标准收费 这都属于服务禁忌 218 欲有携带违禁物品的乘客 驾驶员应该 A 劝阻乘客上车 就是劝他不要上车了 C B要是可以报警 请警方协助解决 D 发现危险物品应立即组织乘客 撤离车辆 219 出租汽车驾驶员成都时的服务内容包括 A 出租汽车数据空车带渡标之后 驾驶员应做到有车逼供 不聚载 不挑客 B 驾驶员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再允许停靠或临时上下课的路段 载客 C 进入出租汽车站点进行的 要按序停靠 载客服从站点管理人员的管理调牌 D 电话预约租车 应遵守信用准时到达 220 出租汽车轻微服务纠纷 主要有 是轻微的 A 价格纠纷 B 乘客纠纷 C 语言纠纷 D 和磕碰纠纷 这都属于比较小的是轻微 221 出租汽车驾驶员如何处理恶性服务事故 黑眼案 B 正式现实 承认道歉 C 认真做好售后 D 接受主管部门的批评教育和处理 222 驾驶员如何处理轻微的服务纠纷 A 要宽容大度 得理让人 B 要以礼夫人语气 尽量温和委婉 C 要尊重乘客的意见和人格 不固执己见 D 求同存异 保持平和 留有余地 223 出租汽车驾驶员下令哪一页行为是属于严重的服务纠纷 严重的服务纷当然就是导致后果比较严重 比如说A 殴打乘客 B 车辆颠簸导致乘客肢体受伤 C 关闭车门是夹上乘客 以及D 毁坏乘客物品 224 出租汽车驾驶员运营过程中的着装 要求不包括 这个不包括就是品牌高档 风格庄重 风格庄重 是需要 但是品牌高档 这个还没有需要 225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与乘客的交流应当 适度 不能落起来没完了 那不安全 226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应该做到 不惜不惜打电话 而其他的几个那都是不对的 227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遇到乘客之间相互交流时 注意 不要随意插话 这是对别人的尊重 228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 如遇乘客发生矛盾和纠纷时 要伊丽夫人保持冷静 举子为名 229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应当做到 B 衣着整洁 语言为名 礼貌待客 C 耐心如实回答乘客的问题 D 对老弱病残运幼等乘客应当优先供车 230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从事客运服务时应当做到 A 按乘客要求使用空调音响等设施 B 响应电照后 按乘客预约时间 准电到达 C 若未经以上车乘客的同意 不得另在他人 就是不能强行的拼车 而D 为什么不选呢 D 说拒绝乘客中途改变目的地 那乘客是可以给 是可以改变目的地 231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遇到了受伤乘客 应该什么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载 232 与孕妇乘客 乘车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该怎么做 A 在乘客上门时 车门尽量开大 避免挤碰 B 主动下车帮助乘客放置行李 C 争着乘客同意后 搀扶乘客上车 D 平稳驾驶 关闭车窗 控制好车内的温度 233 下列哪种行为 属于出租汽车驾驶员的拒载 你看A算不算拒载 乘客在禁止停车的路段 招手拦车 不许搭载 因为那里是禁止停车的 所以这不算拒载 B 乘客携带违禁物品 乘车不许搭载 这也是合理的 C 车辆在怠速状态下 驾驶员在得知乘客 去向后拒绝停服务 这很明显 这是属于拒载 D 交接班时开启暂停运营标志 不搭载养手招车乘客 这个不属于拒载 234 站点后车服务 要求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 A 按序排队 顺序发车 B 服从站点管理人员的调配与管理 C 不下车私自揽客 不雇人揽客 D 不挑乘客 不强行拼客 235 乘客可通过电话预约出租服务 智能调度中心 系统通过什么 分配最近的出租汽车前去宰客 是驾驶员抢答后自动决策 抢单 236 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内容 包括安全生产情况 自行手法规情况 以及服务质量情况 学习情况 没有 不包括学习情况